爸爸 你要去帮屁股吗 再来 行了 我们出去玩吧 嗯 好好吃啊 好吃啊 哇 这太大了 我就放不进 今天是我们在巴蒂亚最后一天 然后我们现在出发去夏岛 这两天天气变好了 我们刚来的时候还在下雨 然后清白好像连续下了三天雨 这两天特别冷 但是巴蒂亚这边天气特别好 阳光明媚 好 希望我们去向导的时候 那边天气也很好吧 好 我们出发 我们现在群世所在的地方是在 天主温府 天主温最有名的就是盛产榴莲 我们路上看到好多好多榴莲 但都是在马路对面 然后我们这边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到现在我看到现在一个都没有 因为我们要去赶着在码头关门之前去向导 所以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去飘头 但是为什么只有对面 对面又来了 又来了那么多 这边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只有对面可以坐这里 我们回来的时候 马已经回家吧 哈啰 伊斯 哈啰 伊斯 我看 520桌 嗯哼 挺贵的啊 这里都在拍 对 哎呦 拍到好长 哦 怎么就向导 哇 前面这么近啊 我们终于赶到百渡口了 这里就百渡轮船 然后我看地图上导航差不多还有38分钟吧 40分钟左右 我们就可以到向导了 我们会在向导待4天 然后原本计划是向导待4天以后再回到巴蒂亚 会跟Sabrina Stefano他们碰头 因为他们是 这周末 这周末才会到巴蒂亚 但现在我们可能就直接从向导这边 直接回清脉了 因为考虑到 曼谷好像那边也有新的疫情 然后我们就少点回去吧 所以我们这次没有坐飞机的原因 就是因为还有疫情嘛 所以我们就自己开车 然后我们曼谷也没去直接绕到巴蒂亚了 应该对面就是向导 好漂亮 开了一早上午可以睡一会儿吧 哪里一早上午 一上午我不开到现在 到下午了现在已经是3点30分了 我开了差不多4个小时吧 停了好多好多车 怎么了 有个山楼 走 楼上就是休息的地方 这里有个小卖部 还有个山楼 好等一下 这里有泡热水的地方 我们出去看看 下面都是车 我们的车 对 这我们的车 我们的车怎么这么长啊 对啊 哇你看 你看这水浪好大 嗯 嗯 马上要到了 对啊 看不见 我们已经到了 原本说我看Google map上面说要38分钟 但过来 对啊 20来分钟就到了 还挺快的 好漂亮这边海水 说实话这边海水比巴蒂亚好多了 真的好 我们上岛咯 我们的酒店还有27分钟 我们这1.23缸的车 后备箱满满都是东西 满载无人 他满满的后备箱 他也跑不动了 哎呦 你掉下去吗 会 这辆车经历过多少地方 哎呦 这辆车是我们的hero 这比百姓还多 哎呦 这坡都真的抖 哎呦 猴子看到猴子猴子 那么多猴子 猴子 猴子 有宝宝猴子 有宝宝猴子 宝宝猴子 真的 好多啊 哈喽我的朋友 宝宝猴子 我最后有这些雅深的 嗯 有这些好门好可爱 小小的 真的好可爱哦 我们这个小别墅出门就是海滩 然后楼上有一个小炉台 我们等于是锦铃海边的一个小别墅 这跟之前我们在巴提亚住的酒店 又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晚上的海滩 没有人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了 我们会在这边住两晚 然后巷岛其实是泰国的第二大岛屿 第一个第一大的是普吉岛 第二大是巷岛 第三大是沙梅岛 巷岛因为周边有很多小岛屿嘛 明天我们会有一个五岛一日游 有浮潜啊 有海滩啊 具体什么行程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五个岛屿 明天我们回整个一天 然后这边晚上沙滩上走走特别舒服 这三个字熟悉嘛 这是什么 就你喜欢看中餐厅啊 哦 你的照片抢 据说这个是巷岛应该最好的一个白沙滩吧 巷岛的第一餐就在这边吃吧 风景还真不错啊 我们可以一边吃饭 然后昆宁可以在这边玩 挺好的 你喜欢这边吗 是的 然后我们有晚餐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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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